玻利卡波夫PO2是一架苏联生产的螺旋桨双翼飞机 绰号螺子 由于其简单可靠的设计理念 成为了历史上产量最多的双翼机 可以执行地面攻击 空中侦察 散发传单和运输邮件等多种多样的战事任务 不过那显然是在飞机还没有进化到喷气时代了 但是你绝对想不到 就是这样一架本该挂在博物馆里面的最高时速 只能飞到152公里的飞机 居然就能干掉了一架时速比他快了 整整6倍的喷气式战斗机 洛克希德F94新火 意不意外 惊不惊喜 其实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干掉对方的方式 因为他一是没有能够干掉对方的武器 二是没有能够干掉对方的勇气 实际上是恰恰翻过来的 1953年的4月15日 在朝鲜战场的上空 一架美军的F94正在拦截一架苏联制造的POR 为了能够有效的追上并且击落他 F94不得不一再的重复做一件事情 刹车 结果一不小心就杀到了时速160 直接时速坠毁了 于是这个战绩算到了POR的头上 也成为了双翼机击落喷气机的唯一记录 只是喷气机怕是不太服气的 两章 前期 Ethan 前期杀 感谢观看